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换个人儿 二话不说 先一顿臭奏 可这个本宅主人没这么做 没让手下的人动耳舞 只是吩咐先拿伤 把它捆上 压到空房 偏亮以后城门不得开吗 然后进城 把它送到县衙门 可是这么一嘲嘲兴师动众的 谁还能睡得着 从后院走出个大姑娘来 这大姑娘是大个 长得挺沾样 一边揉着眼睛 一边到了前院 舅舅 怎么了 我们本宅的主人叫舅舅 这人回头看看 啊 奉之啊 你睡吧 把你吓着了 咱们家闹贼 你看 这不抓住了吗 是啊 还真抓住了 这个大姑娘 几近人群 低头看了看 被绑的汤二虎 就一皱眉 就叫 她腿上怎么躺血了 叫狗咬的 哎 您打算怎么办 这还有什么说的 把她送到衙门 周有周官 县有县管 按国家的利律之罪呗 你问他了 为什么偷 那还用问嘛 不过这个人倒挺直率 我问他干什么 他说肚子饿 所以才偷 舅舅啊 真要把他送到官府 这顿热糖 他就够熬的 再者一说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 吃不上饭的人有的是 难免做些冒险的事 我看算了 但能容忍且容忍吧 既然他说的是实话 给他点吃 你就把他放了吧 何必还把他送到衙门去 哎呀 奉执啊 你真是佛心的 对这行人 你怎么还慈悲 这种人是贼皮 贼性 贼性难改 哎呀 贼皮难脱呀 舅舅也不尽然 干脆 你就把他放得得了 好吧 既然你是这么说 我也不愿意结怨于人 就这么地方 把他松开松开松开 另外找点药 给他腿包一包 你看唐二胡就是好人了 就这个本寨的主人也不傻 为什么说叫结怨于人呢 因为那年头啊 那小头太多了 都碰腿肚子 你就扭送到官府 揍一顿压几天 也把他放出来 那个窝囊肺呀 就甭提了 有那个不好对付的 好 你把我送的衙门结些院了 这想法报复 还许小事 闹成大事 所以本寨的主人 明被这个势力 不愿结怨于人 外甥女儿这一说 他就拼了 把汤二胡给放了 腿也给他包上了 哎 还管他饭吃 哎呀 本寨这些伙计 看看汤二胡一乐 我说你遇上好人了 哪有这便宜事 还供贼吃饭的 哎 吃吧 雪花白的大馒头 水嗅汤 这还炖的肉 你可劲造吧 啊 往后觉着饿了 就上这抽来 拿着话讽刺二胡 可二胡蹲的地上 一看一个盆 的确有六七个馒头 还有双筷子 还有一碗汤 这碗里还有肉 他二胡把大嘴一咧哭开了 这一哭 把大伙哭蒙了 本宅的主人一瞪眼 哎哎哎哎 你有病啊 你哭什么 怎么给你吃的 你还不满意 不是那么回事 我这人捉嘴笨塞的 不会说什么 你们对我这么好 我非常感激 可我这会儿是能吃饭了 我家里的还有个病娘呢 我娘也三天没吃东西了 在家能咬病 他说人家这条命都要保不住了 我要吃饭 我想起我娘来了 哎呀 本宅的主人一听这话是深受感动 这是个好人 还是个孝子 这是走投无路才干了这种事 回头冲着他这外甥女儿 扁了扁头 今说你的眼力不差 怎么办呢 告诉二胡 你先吃你的 你呀 一会儿多烧回点去 给你娘带点 二胡这才不哭了 风卷残云 吃了一顿饱饭 本宅的主人呢 给灌了二十来斤米 又拎了十几斤面 还给了他二胡两串铜钱 他二胡擦死眼泪 二话没说 转回神的哭通 回到了 趴在地上 咚咚咚 给本宅的主人和这姑娘 喝了一顿想头 我找我去报恩 他说报恩 拎东西走了 这本宅的主人呢 不知道他说的是真假的 还挺细心 派了个伙计 在后他跟踪 他二胡拎着这些东西 撒脚如飞 到他们家了 那也就叫家就得了 破麻架子 娘 我给你弄来吃的 他亲自动手 管那玩意做的好与坏吧 总算叫他娘 吃了一顿饱饭 丁烧的人一看是真的 回去禀报主人 没过两天 本宅这主人 还给派了个先生 给老太太看病 又给留下两吊铜钱 书说简短 他二胡的娘病好了 二胡对这件事情 又叫做惭愧 又无限感激 跟他娘都说了 他娘说 菩萨保佑啊 该着咱们娘俩命不当绝 遇生善人了 孩子受人泌水之恩 须当涌泉大报啊 娘我现在没事了 你要经常到人家家去看看 有个大事小情的 你也出出力 报答报答人家 他让我换了一套衣裳 原来没钱 现在有了 不是给他两次钱吗 买了一套布衣裳 打扮得整整齐齐的 聊洗品干净 到人家来了 日久天长 这才弄清楚 本宅室的主人 姓李 叫李仁德 他那外甥女儿 姓马 叫马奉之 二胡来了 没别的 抄起扫手 就给扫院子 有什么活 干什么活 又不嫌脏 一来二去 混熟了 有时候在人家老李 就吃饭 通过闲谈二胡 才清楚 马奉之 他爹 叫马振瑜 马振瑜 是个大买卖人 经常在天津 北京一带 做买卖 很少回来 把女儿 马奉之 托付 给他舅舅了 就跟他舅舅在一起过 这一混熟了 汤二胡 成了老李家的 做上课了 这李仁德呢 一看这二胡 长得五倍 胸腰 浓眉大眼 这人挺讨人喜欢 有什么活 他要干什么 一看这个人 办事还挺准确 没事就跟着 马奉之闲谈 说真没想到 偷咱们家 他交成朋友了 世界上这个事 真是变幻莫测 姑娘也乐了 对汤二胡 是百般关照 你说这玩意 有多巧 后来马奉之 居然跟舅舅提出来了 要以身相许 嫁给汤二胡 要是不知内情的人呢 认为这事挺荒唐 实则不然 他舅舅李仁德 了解外甥女是怎么想的 原来这马奉之 结过一次婚 但是婚姻很不幸 他家的这个丈夫 就是天津人 也是做买卖的 好 这位坑坑拐骗 什么坏事都干 娶了马奉之 这么好的媳妇 他还经常夜不归宿 在外边逛窑子 您说这夫妻感情 能好得了吗 马奉之一归劝他 呵 这小的还来了劲了 对马奉之动了五八抄 揪头发 举拳就打 后来夫妻感情 终于破裂 各奔他乡 按现在新词说 也就是离了婚了 马奉之还受了刺激了 好像没病死 他父亲马振玉 替女儿难过 老伴早不在了 这怎么办呢 后来又给他介绍 一个教书先生 是个教员 这位有知识的人 估摸着能不错吧 结果婚后 感情依然不好 你别看这位教书先生 是圣人的门徒 满嘴仁义道德 一度的难道流畅 两口子一口嚼起来 他还接着马奉之的短 你倒是二水货了 你都嫁过人了 就凭我堂堂圣人的门徒 我要你呀 我那事没办法 听着错人别说短话 这一下可伤了 马奉之的心 后来夫妻关系 又高决裂 马奉之疯了 还住了三个多月 疯人院呢 仗着他父亲 做买卖有钱呢 给他治好了 不愿意在 哗哗的大城市待 这才把他送到成德 跟李仁德 他舅舅在一起生活 现在他病好了 也就是说 马奉之受过打击 本来他想 终身不嫁 嫁什么 我就一个人过就得了 哎 自从见这二胡之后 他这心里又产生了变化 他觉得真正可爱的人 是二胡这样的人 别看没念过多数书 实打实刀 而且身强力壮 讨人喜欢 又是个孝子 马奉之把这个事 跟他舅舅说了 他舅舅一瓶一晃脑袋 孩子 门不当户不对 他是个穷光蛋 这事你爹要知道了 肯定不能同意 不 我自己的终身大事 我自己做主 我爹给我做过两次主 好像没把我坑说 这回我认命了 就烦恼舅舅 从中卑美 书说简短 李仁德一想好吧 反正这孩子也结过两次婚了 也没留下什么后人 跟唐二胡一说 那唐二胡乐的北都找不着了 就凭自己还能娶媳妇 挺大黑脑的 找这么好姑娘 哪找去 就这样定了亲了 可没正式结婚 要不人他是有感情的 二胡老来 经常跟马奉之接触 又定了婚了 大男大女的耳臂思摸 结果背着旁人不知道 两个人就到了一起了 他舅舅李仁德 反正睁了一个眼 闭着一个眼 认为这事早晚是这么回事 后来 马振鱼回来了 一看多个唐二胡 问他谁 李仁德说 是咱家交的一个朋友 你等住以后再慢慢跟你说吧 尝了 把这件事情跟马振鱼说了 马振鱼就老大的不痛快 门不当户不对 我女儿虽然嫁过两家了 但是念过大叔 我家有钱呢 也不能找这么个大老粗 另外你值得跟底吗 他一问女儿 女儿 非唐二胡不嫁 爷儿俩闹个半红鸟 马振鱼就憋着点劲儿 不惜重金 派人调查 唐二胡的绅士 用半年时间把绅士摸清了 人家到了福新了 他外调了 你看这玩意儿 到福新 黑虾子沟一摸底 过去唐家五虎 闹了半天都是马贼出身 马振鱼一听 寒门都竖起来 满怨李仁德呀 我的内地呀 你好像没把我扛着 闹了半天这唐二胡是马贼出身 他们家人杀人都不眨眼 后来被人家蒙古人给拽了 就剩下唐二胡带着的娘 逃难跑到昌德来的 这是什么人呢这是 我怎么能把姑娘嫁给他 不行 就是不行 第二天见了唐二胡 一寸臭骂给撅出去了 往后我不许你登我们家的门 你敢迈一步 我刷射你的狗腿 然后把你扭送到官府 他二胡没想到发生这种事 失魂落魄的回了家了 还不敢再承得住了 没想到马凤之处就珍惜 晚上来找二胡来 告诉二胡 尽管我爹不同意 但是我的志向不改 我就是你们老汤家的人 活着是你的妻子 死了是你们家的鬼呀 我们二人已经到一起了 有了夫妻之时了 我相信迟早有一天 我爹爹会改变主意的 然后把手势献款给了唐二胡 叫唐二胡赶紧搬家 不然的话我爹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背不住买同官府 治你个罪 二胡接过前来感动的热泪盈眶 马姑娘 我的好妻子 叫我怎么感谢你 怎么感谢你舅舅呢 当然我也不恨你爹 事情怕翻个 要轮到我身上 我也有点想不通 我希望他老人家早晚有一天能改变主意 风之啊 我对不起你了 我带着我娘还回复兴 将来混好了 我用花椒来接你 漂亮成宅集日 咱们夫妻完婚 已了心愿 法类分别 两个人都对偏蒙事了 非你不娶 是非你不嫁 唐二胡带他娘走了 又回到福新黑瞎子沟 那么坐吃山空 能花几天呢 后来的钱又花没了 二胡一看还得捡起老本孩 来个单打一 仍然当土匪 腰里揣颗独角龙 不在附近作案上 远地方作案去 有一次到了攀山附近 就听见对面枪声大作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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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怎么回事 唐二胡登高一望 呀 两伙人正活聘 哪面都有一二百人呢 有骑马的又在部下的 火光闪闪 枪声大作 他也不知这两伙人都是哪头的 都是叫什么 静什么 不知道 二胡找个隐蔽的一望 他那大黑脑袋看着 后来他发现有一批大黑马 马铃桥坐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 这人身子一晃 哭匆匆马上摔下来了 手里拎着家伙 摘着歪歪 奔二胡的方向就跑下来了 后边还追了一个人 这人手里举着大砍刀 被日特一照的刀刃都闪清光啊 追这个人 个头大腿长 前面跑这个人扶了伤了 时间不大就给你粘上了 可能扶伤这人的枪里没子弹了 不然的话他怎么光拎着不放箱 一摘摔到地上 后边拎刀那鼓就粘上来了 把大刀高高举过头顶就要下手 说这话离着唐二胡隐蔽这地方 不超过三十目 唐二胡呢 不愿意掩见着这个人死 他手里拎着独角龙呢 二胡呢 也不知道是哪一头的 把那箱轮起来 啪 就一枪 正好打得拎刀那主的脑袋上 那家啃一声摔得定死了 无意之中把扶伤的人给救了 扶伤的人一抬头看得清清楚楚的 爬过来了 拉住二胡恩公 恩公 我谢谢你了 说这话 轰过去了 二胡个儿大 奔起他了 找个没人的地方 一看他尖头 后背都受伤了 二胡把挂子脱了 撕了好几半 把伤口给他包砸上 又找了点水喝 这人喝点水 明白过来了 结果清醒过来 二胡一问 您那是哪儿的 这人冷笑一声 我是三戒沟 青马侃的 江湖人称杜老畔 我儿子叫杜立三 汤二胡早有耳闻的 下皮缩脖子 闹了半天是流息巨匪 杜老畔 那太有名望 就是他呀 我怎么无意之中 把他给救了 这杜老畔 拉着汤二胡 说什么不擦手 你是我的恩人 你得到三戒沟 青马侃 我得好好抱他 就这样把二胡 带到青马侃 后来汤二胡 他知道 跟杜老畔 火拼的这伙人 就是三座塔 向招子的人 都是土匪 都是大帮 因为分赃不均 发生了这场战斗 结果两败俱伤 死了六七十人 服伤得上百号 杜老畔还挂花了 要不是汤二胡 把他给救了 老命就达成 等汤二胡到了三戒沟 杜老畔当众宣布 这是我的恩人 我的恩人 我跟他交个朋友 这是我兄弟 二胡说 别别别 您那个岁数 我这个年纪 我可不敢高攀呢 您是我的老前辈 我是您的晚辈 好小子 会说话 要这么说 你是我刚儿子了 收汤二胡 做刚儿子 常了杜老畔 但是非把汤二胡 留在三戒沟 不可 您得留下 汤二胡也没隐瞒 我走投无路啊 我也干这玩意 不过我耍单帮 杜老畔说 那何必的 你上我这来呗 挨着大树 好成梁 人多势力大呀 你在我手底下 我还能亏待你吗 没过几年的功夫 汤二胡 就熬上了 八大炮头的 头一个 等以后呢 就正式落脚在青马侃 后来遇上张作霖 这才跟着张作霖 参加保险队 干到现在 这是汤二胡的事 那么他进了三戒沟了 也加入人家这个团伙了 回去跟他娘一商量 他娘不乐意 街上咱也不去 老太太说得好 你爹当初死的太惨了 吃这碗饭的 没有好结果 娘我实在跟你 担不了这个心 我哪也不去 你去吧 二胡没办法呀 有时候过三月俩月的 回家看看他娘 送点钱带点吃的 有时候战事一紧张了 就过个半年六个月八个月回家看一趟 他们 有一次回来一瞅 他们家房子都倒了 他娘是不翼而非 打定谁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他让胡一向甭问他 兵荒马乱的年头肯定我娘是遭了不幸了 娘 他对着倒塌的房子痛哭离场 烧了几张纸 他认为他娘就算死了 了却心愿 一心无挂 参加土匪 在青马看就干下去了 一直现在 做了陆军27师副师长 五十三女少将鱼长 可没想到 这马凤之 这才找上门来 听众朋友 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书场 请拨打收费电话 266-54321 266-54321 长天评书 乱世枭雄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责任编辑张红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